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讲过就是到 要跟习近平煮桌吃饭的话 掏四万美元 这个公司掏四万美元 给你八张票 额外再一张 跟习近平煮桌吃饭 那煮桌吃饭 我跟大家说过 就习近平成了这个 天上人间卖的 对不对 那你掏钱 他就你掏钱钱给他了 他陪你吃饭 他不就陪酒卖的吗 习近平成了三倍 那习近平成了三倍 这个真的 习近平成了三倍 结果呢 美国的众议院的议员不干了 美国在众议院有监督委员会 对吧 有行为委员会 其中的委员会主席说 说不对 你这个 你美国的商业代表 因为主持卖票这件事情的人呢 是美中的 是美国企业家 到中国去的这些 商务委员会 那就是企业家协会 那这些人呢 就是组织很多活动 所以干这件事情的人是这些人干的 那他们并没有解释这个钱最终去哪 第一个 第二个 他们也没解释这个桌子有多大 有多大于是这主桌 够子上够不上说话 对不对 你陪着 你陪着喝酒的 天上人间陪着喝酒的 你得下来 下来你那座位 你得碰个钟 对不对 你得打人招呼 要不然人家钱花了花就看你一张破脸 看什么用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但是美国众议院的人就不干了 说你们 你们有钱 你们拿钱就买 把习近平给买了 把这肉给分了 那你跟老百姓来讲 这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呢 习近平是 他是引用新疆的故事 习近平是个迫害 迫害人权的人 是一个真正在新疆 实施这种种族灭绝的人 嘿你们还给他钱 让他给你赔酒 那四万块钱 在美国能买辆汽车了 是你买一个普通的 普通的家用汽车的话 两万多到三万 他就买 确实买了一个车了 那四万美元 加上税什么都在其中了 你把钱给了他 他你就 你让他给你赔顿饭 那个我 我作为这个众议院的监督委员会 政府的角度来讲 是不接受的 因为对方 就是你花钱买的这个 这个赔酒的三赔 是这个 是个 是个种族灭绝者 与美国人的价值观是对立的 所以我要求美国商业协会 美国的叫做美中 企业家协会 必须给我个名单 谁花四万美钱 谁花四万美元 找西蒂明赔酒了 做三赔了 你必须把名单给我 企业 谁是企业 谁掏钱 哪家企业怎么样 他们都是谁去的 他要这个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咱坦白说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政治上的一个 一个 一个做法 那 因为美国众议院呢 掌管呢 各个委员会是共和党人 对吧 那现在的这个 做法呢 是跟民主党的 这个执政党有关 那跟旧金山 跟这个加州的 民主党统治本身有关 所以他们 你可以说 从政治上找他麻烦 所以他们就先这个钱 花的不对 那你让我说 我跟他解决 这钱太便宜了 四万美元 你赔桌的两万美元 两万四千美元 习近平给你做三赔 当然这 他这 他这一个两百斤 赔的好几十个 也够他赔的 反正这活够他累的 但是呢 他这个 这个 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场面 我觉得很滑稽 当然朋友说 陶哥你这么说 你就听起来有点 有点那个 他他性质是一样 我跟你讲 就这个做法 就跟那歌厅 酒厅 那个陪酒 那女孩子 卖酒 那女孩子是一样 你你你细想 你说陪上干嘛 吃顿饭 吃顿饭 吃了就完了 你干嘛 还掏钱买 买个椅子 那掏钱买椅子 你是不是冲着 习近平这张脸去的 没错吧 那你就像你逛歌厅 你去桑拿 甭管你干什么 你是不是掏 你是掏钱的 买的是那张脸 买的是那块肉 对不对 所以大家伙掏钱 是买的习近平这块肉 所以习近平 自己也没想过 其实的一个老帮菜 怪不得不能带着老婆来的 带着老婆来 老婆不能来 老婆要来 陪着一块都给卖了 那是不成啊 对不对 所以就就出了 那其实他的性质 我一点没有埋态他 一点都没有埋态他 所以呢 但是呢 上 但是这个美国众议院的人不敢 就说 这不合情理 这个你们不应该这么干 所以这就成为了一个新闻焦点 那我眼 在我眼睛里的故事呢 就是一种氛围 是一种生命的氛围 跟今天社会堕落的层面的表达 所以他真的是三陪女 习近平是个三陪女 遭到了美国众议院的调查 票票价是两万四 众议院议员抨击了两个美国商会 不合理的出手 不合情理的出手 四万美元的门票 跟共产党的主管吃一顿饭 那美中商业理事会 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所有在北京跟中共做生意的人 那他每个派 他不叫美牌 单张票两千美元 但给四万美元 这个讲这话是 众议院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迈克 给四万美元 相当于一辆新车 你可以坐在习近平的餐桌边上 他这话不对 给四万美元是给了八张票 然后再给一个习委 美国公司可能会支付数千美元 参加这种活动 但是这种活动 他们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 他就谴责习近平 对维族人 那他讲说 北京华盛顿之间竞争的这种关系 有目共睹 接待美国最高最高的政治对手 战略对手 却出现这个场面 是不能被介绍 那这个镜头呢 他实际是来自于 布林肯当时访问北京的时候 那习近平见布林肯的样子 所以是用了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是非常嘲讽美国人的 所以在后来王毅在回访的时候 今年十月份 那拜登也故意这么去见的他 那他提到说 两个委员会出售了这个票 让给中共最高级别的官员获利 让人担心这其中的 真正的质疑的问题 这个从政治上这不是问题 那他还给习近平一个影片 商界需要揭开金色的眼罩 了解与中共做生意 危及到普通人的和美国人的这个 个人的利益 四万美元 你可能会买到习近平的晚餐 但不能给你 不会卖给你良心的 我个人觉得不是他的晚餐 是他的陪酒啊 真的 真的是习近平把自己卖 当三陪女卖 所以那些不来 那加拉格尔警告金融机构 说你们在签协议的时候 你们要想清楚 因为政府他不能干涉民间 这是肯定的 但是这么大的企业 完全都牵扯到国家安全问题 所以从国家安全的问题 从众议院的监督的职能部角度 他有责任 他有责任也有权利 提出告诫 所以他讲说 你钱进中国很容易 出来很难 所有人都知道 而中共而中共任意呢 会把美国人当成这个当成人质 他里面就讲述这个背景了 然后特别提到 要求协会交出一份 凡是买了习近平肉 就给了习近平做三陪的人 那个给我一个完整的名单 那些支付四万美元 特别是单独的名单 就是那些支付四万美元 要在习近平边上吃面包的人 你得给我一个单子 给我一个单子 所以这里面就大概他讲述 基本上声讨的背景 也是这么个背景 所以我想说就是 他是极具嘲讽性 在美国人他不会从三陪的角度上说 但在中国人 你可以讲清楚了 习近平是三陪女 要价两万四到四万美元 美国众议院不干 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不干 要查谁花钱买了习近平 感谢朋友的支持 感谢朋友的支持 感谢朋友的支持